你可以 希望今天不會再卡了 大家晚安 蘿莉郎晚安 翰翰晚安 哈囉 Gini 尼路晚安 雞腿晚安 熊熊晚安 松柚松柚晚安 大家有覺得今天的畫質跟平常不一樣嗎 大家有覺得畫質跟平常不一樣嗎 Mina終於換手機了 我現在這樣是正了嗎 我現在這樣是正了嗎 畫面範圍變大了 有嗎 有嗎 還是因為今天鏡頭比較遠 差不多 對 換了手機 終於可以給你們看到我們已經破舊不堪的手機了 一直左左右右 欸 iPhone本來就不是鏡頭 所以我以後都不需要轉 像是嗎 所以我現在是正的還是反的啊 西風亮晚安 哈囉 鋼鐵阿粉 我不需要轉了 那我現在是正的還是反的 現在是正的 好喔 謝謝黃與黃與晚安 謝謝家好的K10豬豬 悠悠晚安 寫個字讓你看 看我的瀏海 欸 真謝謝孝賢 孝賢晚安 謝謝孝賢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茄子的新之怪 我今天才用新手機 所以有點不習慣 而且你們知道 就是Android轉 iOS 就是會很不習慣 很多都不太習慣 我今天還在那邊想 8點半時候 不是發了一個限動嗎 然後我發不出去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截圖 超不習慣的 謝謝坤坤的草莓 現在很順 不知道是浪修好了 還是換新手機真的有差 謝謝威如的木寶箱 然後 應該跟 跟在這裡訊號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還是會 回到沙發去直播 因為 因為我今天還沒有吃晚餐 所以我現在 我剛剛才煮 所以我今天比較晚開 拍摩不好意思 Mina舊手機是哪一台的 OPPO 這個是OPPO的 其實我很喜歡這一支手機 就是用 用的很順 我的上一支手機也是OPPO的 OPPO的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就是 手機關機之後 鬧鐘還會響 現在的話如果你叫我為了鬧鐘 然後不關手機睡覺 我覺得很奇怪耶 就是感覺 就是會被吵到啊 謝謝孝賢的新支罐 什麼大家都會 謝謝季風亮的精靈翅膀 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什麼 因為已經9點 快要9點半了 因為我家的時鐘是 調快10分鐘的 所以 所以我現在看已經9點半了 所以不敢吃太多 還有買手機之後 很窮很窮啊 所以 我這個月要再節省一點 雖然我是有 就是吸嘛 有折扣 因為我手機合約到期 它折扣是有折期錢 可是 還是一筆開銷 所以我這個月都要再省一點 所以我今天是吃 15塊錢的青菜 然後再打6折 差不多10塊錢的 然後我上次吃了 其中一把青菜 所以今天是另外一把 就是5塊錢的青菜 8888 謝謝88 告白氣球 88 等我沒瀏海了 88 每次都趁我煮東西的時候 偷送 偷送我禮物 謝謝佳郎的香檳 加蛋 你們有看到蛋嗎 這個 今天這角度看不到蛋 謝謝不想上班的新吃貫 謝謝阿兜的精靈翅膀 今天怎麼在接蛋還沒有加 因為我想蛋的話 是要等沸騰之後再加 我看一下滾了 因為我 我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晚餐 給你們介紹一下 謝謝88的香蕉 等一下我要先看一下 這個歌單 喔不OK 嗯 好像還OK 現在是沒有連網路 這是我原本手機裡 就有下載的歌 所以 現在就算不開網路也會 也有音樂 不會只有 不會只有 戀愛喜歡 這樣會飽嗎 因為太晚了我不敢吃澱粉 所以就 還是要 偶像要維持身材嘛 哈囉君浩晚安 氣兒晚安 很可愛嗎 今天明明就小性感 小肉相煎 怎麼說我可愛 今天的衣服有一點透 對啊 今天的衣服比較透 其實是偷穿姊姊的 謝謝雞腿的LOVE 愛麗西亞晚安 謝謝阿基亞的新吃貫 謝謝愛麗西亞追蹤 Mina Mina沒有節食 只是本來 晚餐就要吃的少啊 然後 晚餐一定要吃 蔬菜 因為這樣子就是 對身體機能比較好 就是要 晚餐要多吃一些纖維 盡量少吃肉 但是我還是為了營養均衡 我還是有放 兩塊肉片進去 謝謝茄子的Kiss Juju 好啦 跟你們介紹一下我的晚餐 在煮的 很大一鍋吧 就是 5塊錢的青菜 海帶牙 然後 鴨肉丸 鴨肉丸跟一點肉片 好像就這樣耶 其實很少耶 海帶牙就是很便宜的東西啊 總共有才4樣 可是就 就看起來居然 看起來這麼滿 其實 你覺得這菜看起來 菜大概就佔了 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沒有 但是其實那個菜就是一小把 只有一小把 等它煮軟了之後就很少 雖然這樣看好像覺得 哇 米娜一個人吃很大一鍋 有沒有 可是其實 其實沒有很大鍋 謝謝羅莉郎的夢幻煙火 可能是鍋煮太小 這個一人份剛好啦 為什麼我的爐會忽亮忽暗 因為它是 電子 黑金爐嗎 黑金爐是這樣講嘛 反正它就是 它就是會一直這樣子上 前任前任晚安 我要把它火力開最大喔 這樣應該滾得快一點 因為米娜很餓了 開最大的話它就不會一直上 因為剛剛是開中的 謝謝米酒的新吃貨 變得好紅 天然的腮紅有沒有 小好一晚安 為了快一點遲到 而且因為我這個手機 現在電沒有充滿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必須要 邊直播邊充電了 所以我要煮完 趕快回去沙發去充電 因為廚房這裡沒有 其實有插頭耶 剛剛發現有插頭耶 可是線應該不夠長 所以我等一下還是要回去 換iPhone的畫質有插 真的嗎 真的看得出來 謝謝蘿莉良的夢幻煙火喔 可是有些人說覺得沒差耶 還是用Android的看不出差別 有行充可以撐一下 沒有耶 其實Mina根本就沒有買過行充 我都是偷用姐姐的 但是我很少用行充 因為我原本OPPO的手機的好處 就是它充電很快 它充電半小時可以通話三小時 這是它的廣告slogan 我沒有在業配OPPO手機 我現在後來沒引過了 反正OPPO就是充電充很快 所以我如果 而且它就是很不耗電 我可以用一整天都不用充電 出去玩的時候也是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用過行充 好 是通話兩小時不是三小時 對 iPhone 我發現它怎麼很 耗電很快喔 我在家充滿 結果現在就已經 我回到家的時候就已經快沒電了 就是支撐不了這個直播 大概半天就沒電耶 好可怕喔 能平均來按 看一下要滾了沒 我稍微拌一拌一下 為什麼iPhone耗電會比較快啊 拌一下它 對啊 這一鍋都是青菜而已喔 等一下加個蛋 比較健康的感覺 哈囉 凌晨晚安 畫質變好了會比較耗電 是嗎 有差喔 今天還蠻忙 今天也不算很忙 就是普通的忙 不算特別忙 最忙的時候是通告的時候吧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通告 可能就是要 從早到晚 就是一整天在外面跑跳 所以趕跑跳碰 就會很累 或是拍MV的時候 常常都很早很早起床 然後可能沒什麼睡覺 不過今天我睡得還蠻飽的 然後 就是三餐都有正常吃 大家不用擔心我 謝謝超哥的精靈翅膀 而且今天Mina難得穿長褲 有沒有覺得 好久沒看到Mina穿長褲了 謝謝阿東的Live 讓Live很好電 對啊 而且我現在這個手機就是 就是iPhone是右上角不會顯示電量 還是可以設定啊 因為我現在就完全看不到我有多少點 我只知道它很少 老沙晚安 但是 螢幕亮度調自動可能會比較好 對齁 好像可以喔 原來Mina有長褲 什麼話 今天的話 我今天出門沒有穿外套 我就 我就穿這樣子 因為如果我穿短褲的話 我可能就要再加個外套 會怕早兩嘛 今天的話 穿 我覺得現在的天氣吧 就是穿 薄長袖配長褲是蠻 蠻舒服的 剛剛好 可以設百分比 百分比 你說螢幕亮度嗎 欸它滾了 它滾了 我先 我加個蛋 可是我覺得我吃不完 你們覺得我要加蛋嗎 我怕我會吃不完 我怕我會吃不完 應該吃得完吧 那我加蛋囉 這樣比較營養 加蛋 加蛋 一定要加蛋 好我真的要加了 大家看我加蛋 希望 它已經太滾了 我要趕快 打蛋下去 讓它不要那麼廢堂 我還是雙手打蛋就好 它很滾 它很滾 把火調小一點 它太激動了 它太激動了 然後 電量 電量 電量可以調百分比喔 真的喔 我不知道在哪裡調 我真的是一個 3C白痴你知道嗎 然後 因為我真的不會用 然後我今天 我今天也有去公司 然後我就 就是反正很多成員都是用 都是用 iPhone嘛 然後我就可以問他們怎麼用 我今天就是說 奇怪這手機啊 就是因為我是沒有 我原本是沒有 調靜音的 然後就是我聽音樂的時候 欸為什麼聽音樂我要比6啊 反正就是 我聽音樂的時候 然後它 有訊息來的時候 音樂就會停掉嘛 可是如果調靜音模式的話 震動模式就不會 然後結果 我就一直找不到 在哪裡可以調成靜音 然後就成員跟我說 啊你就推一下 就是iPhone的那個左邊 左上有一個那個 你就要推就是靜音 然後就 原來我找超久 結果就根本就在旁邊 就是在那個音量鍵上面 然後我就一直找不到 蘋果能設定的好像不多 真的3C白痴欸 笑死我了 真的不會用 等一下喔 右上角拉出控制台 就可以看電量了 可是不能 所以我一定要手動我才能看到電量 就對了 等一下加一點鹽巴 iPhone真的太智慧 對啊 真的不是 不是我 我可以掌控的耶 應該說不習慣啦 需要時間習慣 我加一點鹽喔 而且很多用iPhone的人 不是都會說 什麼 用了iPhone之後 我就回不去了 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今天第一天用 而且我 為什麼今天才用呢 我是前天的時候就已經要去 對嗎 我星期二直播的時候就說 我要去買手機了 然後結果 到星期三 星期三我本來想要去拿手機 結果 我 我 我去到 那個 電信局 的時候 那叫電信局嗎 通訊行 應該叫通訊行 的時候 他十點關門 然後我就 而且我還好先打電話給那個 那個店 然後我就說 就是 因為我差不多九點多 要從公司過去 就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就說 你們是十點關門嗎 那我 如果 差不多五十五分過去可以嗎 然後他就說 十點以前都可以 然後 我就超級無敵 趕的 趕去那個店 我先關火了 我趕去那個店的時候 我才很 就是很開心 我就看 欸五十五分可以喔 然後到那個店 差不多是 九點五十八分 然後我就看著他的鐵門 慢慢的拉下來 然後重點是裡面的店員 裡面差不多四 四個店員 三個女生一個男生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 就看著我這樣子過去 然後鐵門慢慢拉下來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然後 鐵門就這樣想 他 等一下我們打電話的時候 我明明就跟他說了 我就說我今天 就是要去拿手機 然後 我有跟他說我 我有跟他確認說 是不是十點以前都可以 他跟我說十點以前都可以 結果他 九點五十八分 把鐵門拉下來 然後我們這樣互看 你知道多心碎嗎 就是 就是 我那麼趕得過去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五十八分就關了 然後 這點是他看到我之後 還算那個 那個店員 有一個男 男生店員還蠻有良心的 他把 他把鐵門 就整個下來之後 他又拉上來 然後我就看著鐵門拉上 我想說 他難道是要讓我去領手機嗎 然後結果又下來 我想說 請問現在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就是 到底是怎樣 你幹嘛這樣子玩鐵門 然後後來就 那個 那個店員 他就從後門 後門 後門 後門有一個 不是鐵門 就是那種 很像住家的門 反正就是 工作人員進出的地方 他就開門說 請問你是要拿手機嗎 然後我就想說 就突然又 就是你知道他一直在玩 那我的情緒 就是鐵門拉下來 然後上去 然後又下來 然後他又從 後面的那個 後門再出來之後 我的情緒 就一直 起起伏伏 我就覺得 到底是怎樣 對啊我真的是 然後我想說 好終於可以拿手機來 然後他就說 我們那個電腦 都已經關機了 所以可能 要明天再來 我想說 好原來 他就是為了 跟我說這個 然後 所以就還是 沒拿到手機 所以我昨天 我昨天晚上才拿到手機 可是因為他 他 因為我們家沒有WiFi 然後他要等手機 網路開通 是要今天早上才能開通 所以我今天才開始研究 我就一直想說 完了完了 到底怎麼用 對 結論還是沒有 對啊 我就一直被他玩嫩啊 很難過耶 然後到今天才在研究手機 現在加好了好憂傷 哈囉艾文 傻眼 對啊 而且重點是我拿手機 我昨天去拿手機嘛 我 拿手機他差不多 就輸入一下資料 什麼電腦這樣 差不多兩分鐘而已 那他那時候 58分硬要關門 58分硬要關門 我很生氣耶 可是想要看我前滾翻進去 想要看到扁掉的倉鼠嗎 真的是太戲劇化了 就是反而為了這隻手機 你看等了那麼久 人家想準點下班 很壞 可是我有先打電話問啊 謝謝Jason的翅膀 那他既然要提早打量 他就要先跟我講 我就不要趕啊 真的是 滑磊進門 溜溜晚安 欸 我的養生餐 我的養生餐煮好了 水煮的 還是我就在這裡吃啊 欸 而且我 你們覺得我今天要打光嗎 還是今天這光好像還行耶 因為我今天沒有打光 喔 但是不行齁 我要充電 重點是我要充電 那我要 我先移動 我先移動過去 然後再 欸很快就要不被你們看到我們家 我要把螢幕佔滿 今天的光怎麼那麼OK啊 還是因為換手機真的有差 轉移陣地 回到熟悉的客廳 我要趕快充電了 欸不對充電不是這個 這是打光的 等一下喔 然後我要把我的那個晚餐移過來 手機有差 真的有差喔 原來 啊這個現在有一點點的不夠長 等一下再移一下 Mina的膚色很自然 真的有差喔 怎麼辦 現在等一下鼓勵 不小心 把蒼蒼的那個 帽子拔下來 對啊小昌也會冷 我都給他戴帽子 小白兔晚安 等一下喔 我充個電 是不是插錯了 又是狗狗背包 對啊我超愛狗狗背包 我現在打光看看你們看一下有沒有差喔 如果打光 等一下喔 打光的話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這裡 等一下喔 打光是這樣子 然後沒打 欸為什麼我也覺得沒差欸 欸我也覺得沒什麼差欸 怎麼會這樣 對啊 欸 好神奇喔 怎麼會這樣 對啊 以前 欸以前打光跟沒打光差很多欸 為什麼 為什麼換了iPhone之後變得差不多 好奇怪喔 不信解了再試一次 這是開 對啊 我開燈 沒開 開燈 沒開 欸真的欸 沒有差很多欸 怎麼會這樣 好奇怪 太神奇了吧 科技的力量 真的有差喔 差點認不出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 省電 欸對啊 現在這樣可以省電欸 它會補光真的 好酷喔 原來 我要把我的晚餐拿過來先喔 我會消失一下一下 先交給小昌 我把我的晚餐拿過來 貴是有道理的 這樣子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心痛了 不然好心痛喔 我就覺得 我真的 我從來沒有買過那麼貴的手機 即使它折了7000 也是很貴啊 那你們等我一下 手機 我只剩在天台上 找個線要 撐住了你 我只剩在生活裡 能夠成為你的唯一 什麼時候能明白 我只陪你有期待 可不可以撐住 我只剩一遍 啊 從來 你到底有多麼的難賽 啊 我知道 我知道為什麼有差 因為剛剛我家另一邊的燈也開著 小昌是不是越來越扁 因為我剛剛那邊的燈也開著 所以應該是有差的 有有有 其實有差 因為剛剛我開廚房的燈的關係 所以感覺好像 感覺好像 沒有差很多 可是你看現在 現在這樣就有差 謝謝詹先生的告白氣球 但是很亮的感覺 有嗎你們覺得呢 打光 有啦有比較亮耶 好像還是可以打 打一下一下 對沒有差很多 謝謝強大聲鼠鼠鼠精靈翅膀 謝謝強大聲鼠鼠精靈翅膀 還有謝謝詹先生的 高白氣球 謝謝楊鼠的新之怪 沒有光比較好 有光是不是感覺很 好像臉會有那個 油光 那不打光 真的不打喔 那不打 謝謝巴巴的鳳梨 謝謝阿波的LOVE 我把電動用掉 所以狼哥城寶台 每天 怪我囉 有事要先離開 好喔詹先生 去忙 你先去忙 我 我今天因為有晚開台 所以可能會比較晚關我 謝謝佳豪的tease就是好 謝謝茄子的新之怪 不打比較自然 那不打 不打光 我趕快吃 對啊 欸 我要吃到10點多 就變宵夜了 而且我煮這麼大一鍋 我覺得我有必要拿一個桌子 其實我剛有偷拿桌子 我需要桌子 不然 鍋類的話比較怕 怕燙到還是什麼 吃完應該11點 還是你們今天專心看我吃 還是你們今天專心看我吃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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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沒有感覺Mina的晚餐也太澎湃 這麼大一鍋 我看我能吃多少好不好 能吃多少吃多少 能吃多少吃多少 謝謝小千人 到時候 我今天真的很晚吃耶 但是這個晚餐我 我蠻喜歡 啊 剛才忘了拿一點醬 沒關係吃清淡的也不錯 看我能吃多少 我喜歡把它放到小碗吃 因為 因為直接這樣吃的話太燙了 謝謝蕭先生我 真心蛋白 像滷味的調味 還有一鍋頭 你知道還沒有 還沒有滷的是不是 什麼什麼 啊 還有玉米筍 還有玉米筍 剛剛忘了介紹 有玉米筍 小白菜 跟 這叫昆布嗎 不是 海帶牙 跟鴨肉丸 1 2 3 4 鴨蛋 吃不完便明天早餐 可是我早餐我不會想吃這個耶 早餐我就是想要吃澱粉 我早餐不會想要吃這種 太健康的東西 因為晚餐是最講求 纖維健康的 所以 早餐的話就是吃自己喜歡的 午餐就是可以隨便亂吃 謝謝大仔追蹤 姊姊會不會來吃嗎 姊姊不會 對耶 而且她也不喜歡吃這麼清淡 姊姊不喜歡吃那麼清淡 再煮一包泡麵就更好吃 如果男生的話 這樣子肯定吃不飽啊 男生的話 加一包泡麵就剛好 爸爸都8點前吃飯那麼好 今天好晚喔 加入特晚安 天哪很養生 對我一直都很養生 我記得我之前打工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打工的店是賣小龍湯包跟牛肉麵的嗎 然後也有牛肉飯雞腿飯等等 大家早晚安 可是我 可是我 因為我們在店裡其實 打工就是有副餐 就是你要點什麼都可以 可是 我其實很少點 什麼牛肉麵還是什麼其他的 就是我 我通常都是吃燙青菜 然後配一個粥 或是燙青菜配 配一碗湯 像餛飩湯之類的 就是 因為晚餐嘛 晚餐的話 我就不太敢吃多 然後店裡那個老闆娘都覺得 都覺得 哇 你年紀那麼小 就這麼養生喔 我終於要吃我的晚餐了 開吃 第一口就要先吃青菜 你知道嗎 吃飯的順序要先吃青菜 店味 你就會比較有飽足感 就不會吃得太多 台坡半小時終於第一口 對啊 每次跟你們聊天都捨不得吃飯 就不會吃得太多 台坡半小時終於第一口 然後最後再吃 嗯 對 我之前有一次直播的時候吃便當也是這樣 我都會先吃菜啊 然後最後再吃最好吃的肉 然後最後就剩白飯 然後就 啊 還有白飯 然後每次便當都會剩一大堆白飯 謝謝企兒的Kiss Jojo 好 最好是先 有湯的話先喝湯再吃青菜 因為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在減肥 所以就有上網查一下 然後後來就習慣你 習慣先喝湯再吃菜 菜的聲音有新鮮 等一下 iPhone的收音有多好啊 連我咀嚼菜的聲音都聽得到嗎 直接ASMR 吃播吃起來 我現在才發現收音比較好 真的假的好害羞 好害羞 怎麼會這樣 欸你我也好久不見 但是很清脆的咀嚼聲 怎麼會這樣 是真的有差喔 好來吃個海帶牙 海帶牙也有聲音嗎 喝水太完了 我喝水本來就很大聲 現在一定更大聲 現在一定更大聲 誰吃海帶去的這麼可愛 你們來玩海帶牙 海帶呀海帶 等一下我好怕牠翻掉 我現在跟你們玩海帶牙 然後你們在螢幕前要比個動作 欸可是我沒有跟你們先猜拳 這樣才知道耶 不管現在是我猜 你們不可以跟我做一樣 海帶 唉唷 準備好了喔 本次認真打字如何 放下你的手機 可以這樣想 好 海帶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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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看不到我的手 我是往旁邊的 所以感覺是一般人比較容易 會想要往旁邊的 要有螢幕的石頭 不管我贏了 就是那些記憶 沒有 就是往上 大家坐在螢幕前面也要 動一動啊 不然 就是 就是 那個嘛 就是手會 那叫什麼 因為我媽 我媽在五十幾歲她有時候會說 她的手好像 就是 沒有什麼 感覺還是怎麼樣 那寫過是要寫藝女孩不好 是不是 吃什麼住腳 唉 耍炸 耍炸 哈囉 餅乾完整 等等奶奶回來會嚇到房東嗎 唉 我跟你們講 我今天有鎖門 我今天有鎖門 奶奶要是再趕過來 我就 我 我不會被嚇到的好不好 我不會被嚇到的 想好晚安 我們先多吃一點青菜 而且青菜那麼便宜 五塊錢耶 五塊錢那麼多青菜還不多吃點是不是 然後又會飽 而且我覺得現在就是自從那個 COVID 是念COVID-19嗎 就是 就是所謂 新冠肺炎的那個 名稱 是這樣唸嗎 COVID-19 是 謝謝有吸引的Case Jojo 外面燙青菜都要30 對啊 為什麼外面燙青菜30 還沒有那麼多耶 怎麼COVID-19啊 反正就是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好我不要糾結 聽得懂就好 因為我現在都喜歡說COVID-19 平台有沒有很專業的樣子 反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現在都買不到吐司 我每次去 全差想要買22塊的吐司 不要說22塊吐司 就是那個麵包具永遠都是空的耶 就是剩一些我不太喜歡的那種 台式麵包 就是跟便利商店一樣 我就不會想買 因為就等於沒有省到錢 想聽奶奶唸 奶奶應該唸不出來 對啊 反正我現在 就是想 因為我有時候我買新手機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月要再省一點 就是盡量不要外食 然後 開銷都要減少 就是早餐的話 早餐午餐我都可以用吐司解決 然後晚餐也就是盡量自己煮 就是比較便宜嘛 就是重點是我現在連吐司都買不到 我很生氣耶 我很難 也不是生氣 真的有點難過 怎麼買不到 蛋白質 我今天午餐有吃起司 然後這個有加蛋跟肉片 應該還好啦 就是還是有營養組合吧 而且這個青菜湯也很好喝耶 因為有玉米筍跟海帶啊 青菜 就是湯喝起來很鮮甜 買不到可以買饅頭 其實我今天早餐就是吃饅頭 因為買不到吐司 其實饅頭也是蠻 就是蠻便宜的 饅頭 這個饅頭比起吐司稍微貴一斤米 一顆饅頭大概十塊錢 還是比吐司貴一斤米 每次澱粉不會平錢嗎 晚餐嗎 因為現在很晚了 快十點已經算宵夜了吧 就是盡量不要吃澱粉 其實不是說過八點最好不要吃澱粉 因為我早餐吃饅頭 然後午餐是正常式的 我真的是個水桶 我是超級無敵會喝糖的 我覺得這鍋湯會喝完 八八家開早餐店吃饅頭吃到不敢吃 那蘿蔔糕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饅頭好容易吃膩 因為饅頭不像吐司可以 那麼多變化 饅頭的變化大概就饅頭 加煉乳 饅頭加肉鬆 饅頭加蛋 還有什麼 饅頭 有時候會拿去加一點牛油 拿去烤一烤 或是煎一煎 但是就是感覺 對饅頭的變化性感覺 沒有吐司那麼高耶 饅頭加起司的感覺 有啦 我有吃過起司饅頭 但是就是 變化性比較少 油炸饅頭 這是銀絲捲嘛 但它熱量超高的耶 饅頭吃到一半就會膩 對饅頭很乾 可是吐司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喜歡吃麵包的人 所以我吃吐司 我不會覺得很乾 饅頭要配煉乳 就那種白饅頭 我小時候也超喜歡 而且我都加超多 饅頭夾饅頭 饅頭為什麼要夾饅頭 你如果 饅頭夾吐司 或是吐司夾饅頭 我覺得可以喔 這是一種 澱粉跟澱粉的 碳水化合物 跟碳水化合物的結合 饅頭也不是不好吃 但是就感覺是個 甚至你每天吃會膩 但是吐司每天吃不會膩 不知道是不是我個人 愛吃麵包的關係 饅頭夾土 會不如不要夾 浩浩喜歡吃蔥蛋 饅頭夾蔥蛋 但我個人沒有很愛饅頭夾蛋 因為對我來說饅頭 一課就已經太飽 如果再夾蛋的話 就吃不下 一課就拿一課 是 吐司 補司的份量 對我來說 比較剛好 就是還有 胃還有空間 可以再加 薯蓉或是加蛋 那些魚丸 那不是 那些鴨肉丸 這個蠻便宜的耶 現在超市買的 一盒好像45塊 然後煮這樣子怕太單調了 就只有個幾顆下去 就會比較有嚼勁 這個鴨肉丸 我覺得還不錯吃啦 就是 但是奶奶不太喜歡 他覺得 就是 太 薑味太重 但我覺得還好就是 這個價錢來說是還蠻OK的 等下全米娜省錢吧 欸笑話今天這餐多少錢啊 5塊錢的青菜 5塊錢的蛋 這丸子也差不多5塊錢吧 就25塊錢吧 大概算25塊錢 米娜今天的眼皮好亮 有沒有感覺特別有精神喔 太省了吧 自己煮本來就是這個價錢 自己煮本來就是這個價錢 如果25塊 你在外面只能買到小碗的滷肉飯吧 但是就很不健康啊 我是因為 就是 即使你要省錢 但是也不能不顧健康嘛 而且現在的話 現在 抵抗力不好 萬一生病的話 哇大家都很怕 法國麵包 喔法國麵包不錯 可是我比較 我其實喜歡吃硬的麵包 還有那種 營養口糧什麼的 但是因為我 就是咀嚼肌 可能咀嚼肌很發達 所以我就 盡量 可以避免就避免吃那種 比較堅硬的食物 因為我 咀嚼肌太發達了 希望它消下去 我現在有很常按摩 但是 感覺沒那麼快就消 吐司邊最不健康了 不過吐司邊是很 很便宜沒錯 現在感冒 對啊你在捷運上 有人咳嗽 大家都 超害怕的 就是離很遠 我有看到有人咳嗽 然後他旁邊的人 就跑到另一個車廂 是有多怕 我喜歡吃堅果 堅果也是每天吃適量就好 因為堅果類其實也都是油脂 好 確診變少了 但是變更嚴格 因為 以全球來說吧 全球來說 已經 感染 新冠肺炎了 已經破百萬了 這是很可怕的數字 謝謝逍遙說追蹤 到晚安 吃啤酒 吃啤酒不是吃啤酒 喝啤酒配花生 怎麼感覺很 很老人家 老人家不知道什麼東西喜歡吃花生 然後配酒 很台式吃法 很大叔 喔不是老人家 大叔喜歡的吃法 喝啤酒配一些花生 還是下酒菜 等點了 今天有紅包 大家搶紅包想起來 真的感覺太大聲 會嗎 我剛剛有調小聲了 好 嗯 這個這首歌特別大聲 不知道為什麼 謝謝逍遙說的新之關 突然覺得自己有一點 黑 只是打一下光 打一下 會嗎?好像也沒有變白耶 應該是我讓的設定的關係 謝謝小公仔的金牛寶寶 不要太近,太近的話會有奇怪的光 還是不太習慣這個手機耶 我真的變宵夜台了怎麼辦 可是這是健康的宵夜喔 不然大家看了之後都想要去買宵夜會不會 而且現在收音變得很好耶 蘋果太自動,想要亮臉都不行 真的喔,還是保護你的眼睛吧 謝謝點點頭送我珍珠 變ASM阿,我來吃青菜 這個膚色 這膚色蠻接近我本人的膚色吧 就是 就是 其實我不算 不算特別白,我是有一點黃的 就是黃種人啦 黃皮膚 然後加上 被曬黑之後會 看起來比較 比較 就是現在這個膚色 但是我的手的話比較白 你看 差很多耶 我真的是曬黑的 手真的很白耶 雖然白,但是不是品牌那種白 就是 也是有一點黃的白 可是真的比臉白很多耶,好可怕喔 真的是曬黑的 那邊曬不到太陽 你說手背嗎 可是就算是這一面比較黑一點 但是 其實還是比臉白耶 臉是發生什麼事 謝謝熊熊追蹤 晚安 原來是吃播 晚安 米娜的晚餐啦 吃到變香烈了 謝謝孝璇 櫻桃戀群 你們現在聽到的歌都是我以前很喜歡的歌 因為我以前會把歌下載到手機 那現在的話就是 都線上聽嘛 所以就沒有下載下來 這首是大總愛的 SAKURA BOO 好可愛耶 我很久以前有唱過 是不是在甄選的時候有唱過 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 你沒有印象 但是有機會再唱一次 而且我自己覺得我的 唱功有 跟以前很不一樣 你用這首當鬧鐘的聲音 你媽就討厭這首歌 欸我之前也有用這首歌當過鬧鐘耶 感覺很適合早上聽 就前面這樣 就前面這樣 真的很可愛 然後後面再開始HIGH 就是 我喜歡這種前面先不要太激動 可是你前面沒有起來 然後再開始吵沒關係 沒有元氣的感覺 對啊超可愛 你看 芭芭唱歌如何 你要我公開評論 公開評論粉絲的歌聲 謝謝霓哥的告白氣球 我覺得芭芭的聲音本質還不錯 但是 就是 常常會沒有對在拍子上 就是會互快互慢 就是我覺得拍子要 再準一點 謝謝志偉哥哥的香蕉 然後草莓 MINA老師講評 芭芭很勇敢耶 我是毒蛇MINA 你居然要我給你評論 所以我就講 芭芭不要生氣 芭芭有發現 還好你有發現 跟奶奶不一樣 奶奶是自己走音了 走音搶拍 她完全都聽不懂 蛤?我走音了嗎? 她真的是陰痴耶 媽媽可能把她的音樂天分都 伸給我了 至少我是 陰走掉我自己知道 MINA可以對你按她 可以轉身嗎 給點點大家追蹤 很容易搶拍 應該說 唱歌啊 每次到那種 每一首歌曲特別 激昂的部分 或是副歌 大家就很容易過嗨 然後就 一直飆車一直飆車 沒有搶到陽光 我看一下喔 還有幾個紅包 還有三個紅包 加油 油 只會破音 要一直破音 還沒有很容易 其實 我要來吃我的蛋了 謝謝企鵝的精靈翅膀 哈囉 又平 有 我有看到你不是說要退追嗎 但是我覺得 就是算 我現在設定是要追蹤才能搶紅包嗎 但是 就是 大家搶完要退 我也 我也沒辦法 決定 就是 決定去留 因為 畢竟直播這件事 就是 粉絲 粉絲可以決定 你要看哪個主播嗎 所以 就是不能強求 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歡 不喜歡 我的聲音 有些人就不喜歡原演 所以 要跟著退嗎 不要退啦 不要退啦 你不是好老闆嗎 還是你是在對你老闆說 沒事我們很好 不好 現在真的很不好 各行各業都有影響 不走心的米娜 對啊 我真的是一個很 怎麼講 看開了 看開了 就是 本來 當偶像也好 做直播也好 做直播也好 你就沒有辦法決定 粉絲誰去誰留啊 但是能夠留下來的大家 我一定會 就是 真心誠意的 對待你們 我很愛我的粉絲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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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娜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對 我 我 在團裡面 好像真的是 大家公認的 不是大家公認的團體喔 是 大家都覺得我是最單純的那一個 對 黑人浪浪的掌聲鼓勵 雖然 但是我覺得 單純至少是個好的形容詞吧 至少 啊 有人要闖入我家 不會是那個奶奶吧 我自己接近 還好我今天要鎖門 你們看 還好我今天要鎖門 不然我剛剛真的這鍋湯要倒了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而且他是 他是 對 所以我沒有反應那麼大 但是就是他那個 強行開門的 就是他不是輕輕開門 他是強行開門闖入 就是感覺是某一個陌生的 突然要開你家的門一樣 很恐怖耶 還好我又鎖門 差點翻說 對啊 還好 而且他故意不按電鈴 你看 破門而入 很壞耶 謝謝熊熊的帶你去聊 強行開門闖 這很可怕耶 你們之前有看到那個嗎 Youtube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介紹 他好像住在美國 然後他就說他有一天 晚上的時候他家突然進來一個陌生人 你們有看過那個嗎 我忘記是誰了 反正是真的有這件事 等一下喔 好像是一個女孩子 然後他說他平常都有鎖門 然後結果就有一天晚上他就 他就好像熬夜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 一兩點還沒睡 然後就有一個男生進去他家 然後好像是要搶劫的人 然後那個女生問他說 好像是問他說 Can I help you 然後那個人好像 後來沒有對他怎麼樣 因為可能看他這個反應吧 然後不好意思下手還是怎樣 反正後來就走了 可是很恐怖耶 台灣的也有 為什麼咖自己歌 沒有 因為 想說大家聽AKP的歌是親密的 跟奶奶一樣 奶奶常常出門都不鎖門 每次回來 還好我們家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奶奶小偷他來沒有東西偷 我們家真的是家徒四季 就歹徒一進來 這什麼地方 這什麼地方四面白牆 沒有東西可以偷 真的 這首歌我好久沒聽了 好好聽喔 Baby Seater的 僕の歌 好好聽喔 好久沒聽這首 該傷心沒東西偷嗎 不好意思讓 讓歹徒傷心了 我們家沒有東西 真的 好險我們家沒有東西偷 不然奶奶她好幾次都出門沒鎖門 不然就出門沒帶鑰匙什麼的 好幾次耶 不過也因為我們家就是 就是很偏僻 我們家蠻偏僻的 所以 一般人也不會沒事跑到深山要偷什麼東西 家裡不是很多倉鼠嗎 倉鼠又 倉鼠又不值錢 倉鼠只會吃 還會怎麼 台灣的那個 蛤好可怕喔 所以女生 到家要記得趕快鎖門 很可怕耶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完那個Youtuber介紹之後 我就馬上 就是回到家就會馬上鎖門 因為就覺得好可怕喔 然後現在久了又忘記了 市區還比較安全 真的嗎 可是偏偏的地方人 對人少是有人少的危險 人少有人少的危險 但是人 人 人多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會 歹除趁虛而入 就是 可能住戶很多 他就跟著誰進去 然後 在那邊等也很恐怖耶 所以現在經濟不景氣感覺 還是很多這種 做壞事的壞人 睡前鎖門 可是我看到的案例就是他還沒睡啊 他很晚還沒有睡 然後就有人闖進來 然後就有人闖進來 謝謝威德 初心得黑燈 闖倉鼠家小偷 怎麼只有吐司 欸現在連吐司都沒有 我真的買不到吐司 很難過耶 這首我真的超推薦 不覺得很好聽嗎 哇 很安靜 baby sleeper 下次唱給你們聽 家裡只有炒只有蛋 別說了 炒也差不多沒了 因為我就是 買一把菜然後大概分兩三年煮完 然後蛋也是 家裡也沒幾顆蛋 家裡真的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有考慮做圖是嗎 喔你說自己做嗎 但是那還要買烤箱啊 我們家烤箱很小很小 那樣子會太不符合成本了 吐司那麼便宜幹嘛自己做 是誰 好可怕 今天直播一直有人闖路啦 而且就已經鎖門了 真的要吃樹皮了 誰要吃樹皮 自己做沒有比較神 對啊吐司這種東西 他之所以便宜 其實是因為人家麵包店 就是一次做很大的量嘛 所以他便宜 可是自己做的話 你又花時間又花力氣 根本就沒有比較便宜啊 爺爺對他是爺爺 我爺爺被趕出去 爺爺被趕出去 整時間直播 搞什麼啊 我們家怎麼熱鬧 很難得吧 這個時間我還在吃晚餐 很難得吧 怎麼浩浩說爺爺我愛你 浩浩說爺爺我愛你 浩浩說你出櫃了嗎 爺爺看起來很開心 不要一直看著 爺爺他也進來 爺爺他也進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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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晚安 晚餐是一鍋 爺爺一鍋是健康的好不好 我今天呢 一整天很累 什麼 恭喜浩浩 浩浩你怎麼可以 爺爺來就轉推 不可以轉推 謝謝阿吉來的告白氣喲 先打好關係 打好 跟爺爺的關係嗎 沒好處啊 各位 爺爺不是有錢的嗎 爺爺說他不是有錢的 謝謝阿多的浩浩 奶奶戴綠帽 等一下 我不知道戴綠帽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戴綠帽是什麼意思 奶奶戴綠帽 爺爺有說要跟浩浩在一起嗎 又沒有 這樣算戴綠帽嗎 我不會用戴綠帽這個池那 多元成家 是用在現在嗎 戴綠帽是外遇 爺爺又沒有外遇 他又沒有要接受你們 很奇怪 現在麵包好像也可以外送 可以阿 現在那個 量販店都可以外送 什麼都可以外送 超厲害 喔 戴綠帽的意思是偷情 所以奶奶被戴綠帽 是奶奶被偷情 奶奶被偷情 奶奶被偷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戴綠帽是什麼 我知道戴綠帽是不好的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用這個詞 對五歲來說太早 長大在問奶奶 我什麼時候才會長大 米娜可以對姐姐唱綠色 綠色是一首戴綠帽的歌嗎 不是吧 你不要亂 綠光才是 綠光才是 綠光真的是喔 什麼意思 是嗎 綠光真的是戴綠帽的意思 還是到綠光 綠光不是 等一下 綠光怎麼唱 綠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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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是綠光嗎 不是吧 這首是什麼 這首是逆光 欸 等一下我搞混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是逆光 等一下啦 喔爺爺放歌了 魯池的唯一 所以他歌詞到哪裡唱到戴綠帽啊 期待著一個幸運 所以綠光真的是戴綠帽的歌喔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一種 就是 你們有看過綠光森林嗎 就是以前 Sweetie 巧巧還是演演 演演演的那個綠光森林啊 所以就想說 綠光不是那種 就是 那森林中 那有一道光啊 喔出來 然後浪漫浪漫 就綠綠的 聽不懂啦 不會有人把綠帽做成 喔所以你們騙我 所以綠光不是做 不是獎帶綠帽的 喔只是剛好綠色才拿來比喻 喔原來是這樣 我誤會 是我誤會 年輕人只知道綠色 所以你們真的會用綠色 影域是戴綠帽什麼的 爺魚用法辣 什麼意思 法辣 帶綠帽大家都會送他綠帽 可是感覺現在 現在就算 帶綠帽真的寫一首歌也不奇怪啊 不覺得嗎 因為 現在就是嘻哈很流行 就是那些饒舌的人他們就會把 什麼東西就很白話寫在歌詞裡 所以感覺 感覺把帶綠帽寫在歌詞裡 應該也有嘛 搞不好一定有饒舌歌手這麼做了 真的有這首歌嗎 我爺爺在唱什麼啊 加蛋 加蛋才不是帶綠帽歌 加蛋是首可愛的歌 我要吃蛋了 好啊我真的吃到十點半了 好胖喔救命啊 雖然好像也沒吃什麼 不管我要把蛋吃掉 開動 放給你們聽 春雷晚安 好爺爺放完了 討客兄 這什麼叫討客兄啊 哇你們會聽喔 爺爺好像知道的很多耶 童年的回憶 啊我是沒童年啊 你們不打擾我了 沒有你們沒有打擾我 你們陪我吃飯我很開心 這是誰的歌啊 是頑童的 難怪覺得很熟悉 我沒聽過這首 有一點會唱 國城有一點會唱是什麼意思 這個不像MINA直播件會出現 對啊 反正我們繼續聽可愛的歌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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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像什麼蛋薄那種 那種風格 就是比較 算是抒情嘻哈嗎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那種風格 就還好 我比較喜歡聽那種 就是很 你聽了會覺得很 熱血沸騰的那種 那種 嘻哈 很嗨的那種嗨歌 謝謝田中東 你往星星相應 哈囉小意你回來了 謝謝雞腿的香蕉 笑姐現在覺得熱血沸騰 這首歌嗎 我也覺得這首很沸騰耶 我以前放學的時候 每天都會 都會唱這首 How crazy 而且志偉哥 送我那是什麼啊 那是 萌娜麗莎嗎 好吃嗎 好吃 最喜歡這種健康的味道 而且我鹽巴加得剛剛好 就是這個 自然健康的味道 聽千本也沸騰 螢幕變得好清楚 對啊 真的換手機 真的有差耶 笑笑笑 小哥好酷喔 第一次看到 顏值剛好 喔呦 這個血液雙光OK 感覺直播變順了 所以真的 不單是手機的關係 還是換電信的關係 文生晚安 就是 迪奈米娜之後有自拍 欸對耶 拿到新手機我還沒有自拍過 我今天一直在忙著 下載那些應用程式 看不到特效 你覺得看不到特效 你說剛剛那個萌娜麗莎 你沒看到嗎 音質比較好 音質好到我吃到你的聲音都很明顯了 阿華你現在才來 到傳統現在應該要沒電了 因為我現在一邊 一邊在充電啊 期待以後吃脆的東西 唉唷我四重脆吃完了 不然我就直播的時候吃 超明顯 唉這首都會好久沒聽 我很喜歡的 7WOF 我很喜歡這個樂團 還聽得到被子 聽得到被子應該還行吧 好久我也是用藍牙喇叭放的音樂 那這海帶湯呢 有海帶有蔬菜 反正就是 大雜鍋 健康的鍋 你就想成是小火鍋就好 蔬菜鍋 黃蜜蘇那些應該吃完了吧 我也覺得他應該吃完 不過黃蜜蘇最近聽說在減肥喔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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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菜鍋看起來很健康 因為10點半在吃東西 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健康的事啊 黃蜜蘇很早以前就吃完 我也很早以前就吃完了 我其實還蠻愛吃餅乾 欸我終於要吃玉米筍了 我喜歡玉米筍 之前都捨不得買 因為玉米筍一盒就是要買 29、30 覺得好貴喔 然後那天特價 特價看到19塊就趕快買了 看我在吃你們肚子又餓了 你們可以吃啊 我是沒有怕胖啊 怕胖可以吃草 吃草就好 黃蜜蘇被自己10年前照片刺激到了嗎 對啊 你們不要再叫黃蜜蘇減肥了啦 雖然減肥是好事啦 可是 他好像真的 有點在意 現在我要開動喔 那邊怎麼那麼好吃 超甜的 但是我都 我都 我都不敢說我要減肥欸 我講要減肥就會被其他成員說 欸你幹嘛你有什麼好減的 就是會被討厭 所以我就不敢講我要減肥 可是我現在也沒有在減 我現在也沒有在減 但是就是 晚餐的時候會不敢吃很多 吃就對 可是其實我是 我是會吃胖的欸 就是 我有時候可能 前一天吃 比較多 牛排還是炸的東西很多之後 然後 然後 大概 連續吃個 吃一天沒有啥 可是連續吃個兩天 我就會捏自己大腿肉 我就感覺 就是 我自己感覺的出來 就是有長肉 大概這樣吃兩三天 就會有感覺 長肉 那不是胖是怎麼會懂 不是可是體重也有 就是會有零點幾公斤上去 然後我就會開始 害怕繼續上去 就算是會有零點三公斤 別人亂講話 為什麼現在才吃 因為我今天 去公司練習 然後 然後練到蠻晚的 然後到家的時候 就 快九點了 然後才開始 直播的時候才開始煮 所以現在才在吃 爺爺一直在我直播亂講話 一直講一下很糟糕的話 腳踏出我家的距離 怎麼可能八十步而已啊 已經算錯了 會啊已經算錯了 我剛從廚房拿過來 就差不多八十步是不是 還好 沒有 唐火 湯其實我喝蠻多耶 原本是 裝那麼滿 現在剩這樣 其實我大概也有喝了一半 喝不下 太飽了 奶奶今天怎麼那麼溫柔 你們哪裡感受到它的溫柔了 我都沒感受到 會哪裡溫柔 太會吃了吧 我小胃王呢 其實就看起來一鍋很多 但這個沒有很多 Mina都不吃鴨肉 沒有就習慣先吃蔬菜 還有 最好吃的要最後吃 一鍋炒 可是一鍋炒比起 那七七不是很喜歡吃沙拉嗎 我就覺得沙拉很沒有味道 煮成一鍋有味道很多 這首歌也好好吃 好久沒聽 很久沒聽手機自己下載的歌 沙拉不是都吃醬的嗎 沙拉婆都吃醬的話 那熱量更高 不如吃薑水煮的還更健康 我覺得吃沙拉如果要配很多醬的話 真的不如吃我這種 養生蔬菜脯 我喜歡吃 人吃沒味道的人 比較能克制重口味 所以我 我其實口味蠻重的 就是我喜歡吃 麻辣鍋什麼的 可是我平常其實都吃得蠻清淡的 就是醬汁 加一點鹽巴就可以 但其實我是喜歡吃重口味 的人 只是因為你不能每天那樣吃嘛 就是對身體不太好 所以平常就吃清淡一點 小千 小千討厭吃沙拉是嗎 你為什麼不關燈 燈沒有關 麻辣鴨鞋好吃 我今天來吃 要看店家 可惜 真的很難看 掰掰 我是不是有一關油 被吃掉了 對 我還沒有買 我記住要玩我 可是我 我去全家沒有看到 兩件特價呢 LEVEN啦 還是你再給我請款 因為昨天 昨天奶奶買了 那個優格 兩罐特價49 然後我 我想要吃 我昨天好像沒有出門 然後 我就想吃就不想出門 我就先跟奶奶 就是 借那罐優格想到時候再還她 然後本來 我晚上出去然後回家的時候 要去便利商店買 結果看到全家都沒有特價 我就想說 到時候再說好了 然後就 原來是SEVEN 不是奶奶自己吃了一罐 我吃了一罐 然後我就說我會再去買兩罐回來 再還她一罐 很像在摸寵物 我就寵物輸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就 不是忘記了 是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手上太多東西了 我就不方便再去便利商店 你知道嗎 有趣我 我會還奶奶啦 有趣我 奶奶早上都是這樣玩的 差不多 因為Mina長得太像寵物了 臉頰好玩 我能理解 就像你看她小baby 她們那個 臉頰如果吹吹 你就會 好想要去捏她 接著企耳的告白 氣球還有中的喵喵 新吃飯 熟練的手法好像什麼老師傅一樣 Mina沒有發出呼嚕呼嚕聲音嗎 為什麼要發出呼嚕呼嚕聲音 我要來吃最後重頭戲鴨肉完了 這真的超好吃的 它不是真的鴨肉 因為畢竟它那麼便宜 如果真的 真的鴨肉就更貴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 就是 以新品質來說 我覺得還可以 還OK 第一次直播把東西都吃完 哪有是第一次嗎 哪有之前也有吃完好不好 那個抓餅什麼的 哪有剩三分之已經沒有了好嗎 你們看 看得到嗎 裡面只剩丸子而已 那我要吃囉 那我要吃囉 只有滷味沒出來 滷味真的很多啦 對啊我幾乎都會吃完它關播好不好 我沒有吃一個半小時 欸我煮了半小時 夾鴨肉貢丸 算是吧 就像那個什麼 魚腳 燕腳 什麼的 你根本也吃不出來是什麼 不覺得嗎 火鍋料 火鍋肥料 有了你根本吃不出來它是什麼東西 吃一小時 還好吧 吃看一小時是不是很正常 對蟹味棒 根本就不是螃蟹 是魚漿 明天為什麼會 為什麼 原本是改明天的嗎 千年安妮的告白氣球 是 不是其他話題帶著 什麼 剛剛說什麼 原本跑步走會時間是明天 我都忘記了 其實我還偷偷丟了一塊羊肉 剛剛 奶奶在家的時候我不敢講 這個羊肉是 奶奶買的 然後這個肉片 然後我 偷偷丟了一片下去 因為他想說 怕你們覺得沒有吃肉不一樣 奶奶走了 拿出來 奶奶可以嗎 偷吃的所以要小心一點 有沾醬就好了 這個 他一片不會被發現吧 奶奶現在應該在住我 我才不會發現 奶奶偷吃我也很多 就是嘛 偷吃一塊肉蒜 我們覺得自己沒有吃過 我才不會有吃過 我才不會吃過 我才會吃過 他會吃過 他會吃過 我還會吃過 我還會吃過 我會吃過 哇 偷吃布丁 偷吃布丁 偷吃布丁是大事情嗎 這是田中的告白屁股 近一點 尷尬連結半夜喝喝 借借巴巴的鳳鳴 各位我快吃完了 我只剩兩顆鴨肉丸 早知道剛剛丟兩顆就好了 快要吃完就代表Mina快關鍋了 一隻筷子插一顆 maintenance rmk mk mk mrmrm mrm mk m m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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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像常供丸 一次兩顆 不放 應該看不出來 笑死 怎麼可能不會被煩 就是嘛 那我要一口塞 塞臉頰 因為一次塞兩顆嗎 先說好塞一顆還是塞兩顆 可是我塞了之後會一段人夢講話 我的口腔至少可以四顆更完 哪有啊 太誇張了你們 兩顆 那我要 還是我先塞一顆看看 然後如果可以我再塞兩顆 好你們要看我一次塞兩顆喔 好那我挑戰看看 吞不下去記得吐喘好 選擇我yes 那我要 那我要 我要吃囉 先把原本在裡面 然後 欸 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要吃囉 一次兩顆 我覺得好難喔 其實我嘴巴沒有很大耶 我在幹嘛 你先吃 你先吃 沒辨 哪有沒辨 你先吃到有東西 你先吃到有辨 那我咬一下 欸我成功了 你先吃到有功了 真的 讓他講 亂歌的小聲鼓勵 這太誇張了 哪有耶 我跟他放了嗎 欸 消失的更完 然後要仔細看看看看明明就很明顯 那些阿姨來的海盜 等一下要看明蘭真的 吃完 湯也喝了半果真的超飽的 把桌子撤掉 謝謝志偉哥的新之光 終於完食了 那我要來念今天的排名 不知道要念排名會不會卡 我突然發現 等一下喔 現在用iPhone我念排名是不是不用用另一隻手機 我是不是直接按就可以念了 要我試試看喔 會卡你們要跟我講喔 我現在在看排名你們聽得到我講話嗎 是不是可以 感動喔這樣不用開網路耶 這個家好的祝祝你喔 耶 我喜歡 大圓影子的HAPPY 對耶 我有這隻手機我就不用擔心了 那我要念排名囉 今天的第13名是 亂格 謝謝亂格 第12名是 巴巴沒留好 謝謝巴巴 11名是田中 謝謝田中 第10名是 契兒 謝謝契兒 第9名是 自衛哥哥 謝謝自衛哥哥 第8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可是這樣我念排名的時候 就看不到你們的留言耶 第7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第6名是欣盈 謝謝欣盈 第5名是詹先生 謝謝詹先生 第4名是Akira 謝謝Akira 第3名是 叮噹鼠 謝謝叮噹鼠 第二名是 加豪 謝謝加豪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哇 都快要整點了 謝謝大家 錢花的有價值 謝謝你們這樣講我就安心了 不然我還在心痛 嘴裡的貢王吃完了嗎 吃完了啦 吃完了 謝謝大家 下一次直播的話就是 要等星期一囉 星期一 晚上9點見 大家掰掰 晚安 謝謝欣盈的愛的抱抱 晚安 掰掰 氣兒掰掰 翔大的鼠鼠掰掰 熊仔掰掰 羊狗掰掰 羊狗掰掰 Ginmy掰掰 加油掰掰 小白兔掰掰 威廉王子掰掰 亂哥掰掰 汉汉李唯仙天 掰掰 六六 掰掰 小明 掰掰 阿妮 掰掰 新鮮檬 掰掰 蓋 掰掰 浩浩掰掰 大家掰掰囉 Charles 掰掰 大家晚安 陳車晚安 金燈鼓 晚安 Ultra Man 晚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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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